每天和你相约在这里一起分享大家的故事和情感历层 有些男人西装革履,威风凛凛的样子 女人见到了就像个小迷妹一样 他们觉得这种男人非常有本事 其实男人有本事的表现多种多样 在感情的世界里,真正有本事的男人是不会对女人做以下三件事的 第一个,真正有本事的男人 回到家的时候不会动不动就冲自己的女人发脾气 男人的本事、脾气和事业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男人在外面顺风顺水的处处涉人家景仰 那回到家的时候心情自然非常轻松、愉悦 和亲子相处也是非常和谐的 但是男人如果在外面处处涉排挤,处处都不顺心 那他在外面又不能够向别人发泄 只能够回到家的时候拿妻子做出妻头 所以一个男人脾气越坏 越是喜欢对自己的妻子发活 越是没有本事的表现 第二个,真正有本事的男人 不会回到家中来耍威风 男人有本事可以在职场上指挥千军万马 可以把自己的能力本事在职场上显示的迷迷尽致 但是回到家的时候反而要更加尊重妻子和孩子 但是那些没有本事的男人在外的时候像是哈巴狗一样点头哈腰的 但是回到家反而就是耍威风来了 对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指东指西的 实际上这种男人反而是没有本事的表现 第三个,真正有本事的男人 是不会只在家里耍威风 因为男人的本事不仅仅是体现在事业上 同时还体现在他的个人秀业问题上 越是有本事的男人 他是越懂得徐管拿剑 听取别人的意见 尤其是懂得尊重妻子的想法和意见 可是那些没什么本事的男人就更加自以为是 他只会在家里指手挂脚的 甚至他还会把女人头发长 见识短这句话挂在嘴边 说了那么多 那什么样的男人才算是真正有本事呢 懂得克制自己的情绪 尊重他人 这才是真正有本事的男人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段视频 欢迎大家关注小罗 下次再见 好